大家午安 欢迎在每周四下午一点钟 锁定世界越来越炉 那今天同样是邀请到借大使 这个台湾呢下了好久好久的雨 今年2022开年到现在 好像雨没停过 今年一样啊 今天一样是阴雨绵绵 但刚刚雨小了一点 然后砰的一声 就把大家给炸懵了 普丁真的动手 我稍微要跟借大使好好谈谈 这个话题 当然可能要先 我也请大家表达一下 你的感受好不好 之前大家都觉得嘛 应该狼来了 吓唬人 摆摆架势 然后最后呢 大家各拿一点好处 就收场了 找个台阶下 但不是啊 真的动手了 在我们直播播出的此时呢 现在乌克兰的首都 基辅已经瓶瓶瓶瓶 飞弹已经过来了 听说基辅的这个军事大厦 都已经被这个炸了 那我要先谢谢几位网友 谢谢瑞娇 还有谢谢淼淼 一开始就加入我们的会员呢 让我今天本来心情有点紧绷 看到你们两位真的心情大好 谢谢大家 今天大家非常非常关注这个议题 希望大家都能够把今天的课 听好听满 嘉 我看到你说 我有看辣碗报 今天我们辣碗报晚上 讨论不完的晚上还会再讨论 谢谢大家 玉琪告诉我说雨停了 然后郑坤说 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 我们通通都看到了 还有这个广告问题 对 我们最近有时候 广告插播的有点严重 看广告呢 对于中间新闻是有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很打扰的话 你可以按叉叉跳出去 然后大概过个十秒钟 再跳进来 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广告的干扰 那拜托大家不可以离开 因为今天这行课很重要 此刻这个飞弹啊还在途中 好 今天我们就进行我们的第一课 今天我们三大题呢全部讲的 都是俄罗斯跟乌克兰 我首先问一下这个介大使 今天我在跟拉网报团队开会 我们本来就有这一题嘛 其实昨天晚上 我也准备好了今天的题目 但只是面对普丁真的动手 而且这么快啊 飞他就打过去 然后整个基辅首都啊 就已经开始马上要借赢了 这个心里还是觉得 有点不太可思议 这个年头还会真的有战争 大家以为之前是说网工嘛 基辅的我们看到 包括政府大楼啊 包括他们的银行啊 包括他们的很多机构 那网络都已经断掉了 那澳大利亚说要帮助他们 本来还停留在网工时代 觉得说这比较符合 22世纪的战争形态 应该不会真正的 把飞弹打过去 真的 你觉得呢 2008也发生过一次 就是打这个乔治亚 对 原因也一样 也就是乔治亚 那个时候布希就是让乔治亚 跟乌克兰加入北约 因为北约讨论已经有通过了 那这个普丁就出兵了 那打完以后 这两个国家就没加入 就到现在就没加入北约 要不然2008就进去了 所以这个告诉普丁 打是有效的 有效的 而且这是他同一个标准 从乔治亚移到乌克兰 也就是说它的底线就是说 这几个原来是俄罗 苏联加盟共和国的 从苏联独立出来这些国家 就紧邻着俄罗斯 这些几个国家 是底线就是不能加入北约 你如果加入北约的话 那就看谁的拳头大 现在主要是像这个 像美国跟欧盟的战略的 这个原来的战略目标 一开始定的时候 大概对普丁来讲 就说你们说的 你们只用经济制裁 他如果要动手 他一定都准备好了 更何况我们看到 这个中俄联合声明 在冬奥期间签订 不知道双方有什么样的 一个默契 但那一头就是 这个普丁这次 这个飞弹打过去 那当然想必会造成一些伤亡 目前数字还没有看到 那我请教一下介大使 事实上紧张很久了 本来美国的情报看起来 当然美国情报也还算是准了 本来讲的时间很死 叫做2月16号 当然今天已经24号了 中间拖了一个多星期 所以这一个多星期 在这个紧张气氛 双方互相喊话的过程当中 假设乌克兰退一步 我就说修宪啊 这个北约的部分退让的话 是不是就没有这场战争 我想就会立刻就缓解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普丁不是没有给乌克兰机会 对 他就是说 你就放弃你加入北约 这个条件只要可谈 或者说Zelensky 他有露出口风的话 我想这个危机就有办法转还 所以稍后有一题 我们会专门把乌克兰总统 这个角色好好的谈一下 今天闹到现在呢 他真的是责乌旁贷 这个人也很特别 其实他跟普丁一样 是一个另类的一个政治人物 对不对 但当然出身不一样 普丁一路上就是 政治上的一个专家 但这位泽伦斯基 这个乌克兰总统 是娱乐圈的专家 对对对 思考跟这个养成毕竟不一样 好 我给大家一些讯息 开打时间是这个莫斯科时间 今天 今天2月24号的清晨5点50分 那克里姆林宫呢 无预警的紧急播出 进行一个直播 那就是普丁在全世界面前 正式宣布向乌克兰政府宣战 普丁亲自说明 之前事实上 这个普丁也曾经直播过 那乌克兰总统呢 在这个脸书上 这个前两天还在那边 在我看来 他是在脸书上 向全世界呼唤 除了动用的正式管道 像联合国啊 像这个北约 像欧盟啊等等 另外在脸书上 他也我觉得是 比较柔心的诉求 告诉大家 战争随时会爆发等等 那现在真的是开打 而且在这场普丁的 今天清晨的直播之后呢 马上飞弹就过去了 之前的这个战火炮火 还陷在这个乌东 这两个地区 但现在不是 现在已经到了 乌克兰的首都 已经到了乌克兰首都 拜登马上也讲话了 那拜登当然就说 还是说我们为什么 国断的来对付这个事情 这句国断的这几个字 就好像对我们台湾的 坚弱磐石一样 他每次讲到乌克兰 就会讲果断 美国会果断的怎样 每次讲台湾就会讲 一定是坚弱磐石 那现在美国能果断的怎样呢 果断的帮乌克兰祈祷 美国基本上就是 经济制裁嘛 那它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 就是把它逐出这个 美元交易系统就是Swift 可是有很多经济学者 包括美国国内的这些 经济金融专家 也认为这个把俄罗斯逐出 这个Swift系统 美国也会受到创伤 那事实上的话 这个门一开的话 对Swift这个系统 本来就怀有一句的话 会加强另立系统 这个Swift系统很厉害 就是说美国人躺着睡觉 也可以赚钱 美国人只要有那个Swift系统 因为你只要经过它交换 你就要给佣金 你全世界你只要 你看这个贸易额有多少 那用美金做交换的39% 那这个是数几十兆美金 那美国 真的是闭着眼睛 钱就从天上掉下来 就是这样 而且问题 美国也不是说自己很小心 要用这个系统 这个工序 来达成美国的国家目的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会伤到Swift系统 那不过现在就是说 我想普丁的话 基本上他就说他讲了很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 他讲了很多话 都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 那做这么严肃的警告的时候 那你乌克兰不愿意认真的 来思考或者做一种 某种程度的回应 缓解这个情势的话 那以普丁这样的一个地位的 在俄罗斯这么一个大国 对内对外 他如果都只说不练的话 他的整个的这个可信度 也会受怀疑 那另外的话 你要去研究普丁过去的 形式风格的话 他也是属于言出必行的 而且你碰到他的这个 底线的时候 红线啦 真的是 红线叫你不要踩 你就硬踩 还多踩几脚 而且你看2019他修线 这个Zelensky修线 他刚上任就修线了 对 一修线 就是故意的嘛 对 就修完 另外一个他这个去俄罗斯化 对 所以我先谢谢一下 这位网友公牛 感谢在我们的时段加入会员 今天加入会员好踊跃 他说让飞弹飞一会儿 电影名称让子弹飞一会儿 那电影很好看 我有看 他说这个 这个泽恩斯基总统的呼吁 普丁不会理会 今天内容会很精彩 我没有错 谢谢 谢谢大家 我都看到你们的留言 我非常重视网友的留言 我很喜欢跟大家互动 所以在这个线上 有的时候我听介大使讲话 眼睛后 我可能不会盯着这个荧幕 我要看一下这个大家留言 那有最新的想法告诉我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 觉得非常非常的意外 好 普丁在这个直播当中 也在讲这次维和目的 当然这个联合国有吐槽他 说你曲解了维和的意义 普丁是派自己的军队 俄罗斯军队进行维和任务 那讲维和军队 当然一开始大家有点懵 是联合国维和军队吗 当然不是 所以联合国立刻出来讲话 那么普丁说这次出 开战的任务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乌克兰去武装化 那讲的就是北约 第二个就是乌克兰去纳粹化 去纳粹化 你怎么看 他事实上的话就是 这个杰林斯基开始所谓的 去俄罗斯化 我想这个俄罗斯化 他用的方法是比较粗暴的 那从最极端的一点 就是说俄罗斯跟俄国人 来讲的话 今天这个鲁赛斯克 顿内茨克这两个地区的人民 是以俄罗斯人为主的 那你2014他们宣布独立 因为他对这个新的政府 就是当时透过革命产生的 这个乌克兰新政府 他们不愿意不太能够接受 可是当时的俄罗斯的 乌克兰总统波尔辛康 他的决定是武力争讨 那是大军到四万五万这样子的 这个正规军 到鲁赛斯克还有顿内茨克 是直接是正式的这样子声讨 那打了三次 这三次都造成重大伤亡 目前死亡人数是一万四千人 伤者未计 这只是计死亡人数 所以战争非常惨烈 但是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去俄罗斯化 当然可能很多网友会觉得 这个普丁怎么这么压霸 但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知道乌克兰的情势 比较复杂 特别是在乌东的这一个部分 其实是非常轻恶的 过去的克里米亚也是一样 是非常非常轻恶的 也就是说它在语言上 在这个血缘上 在文化认同上 它基本上就是轻恶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当然这个泽伦斯基上任之后 他推出了一些 还蛮极端的一些手段 这个点我们稍后会再细谈 但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 也是一个种族灭绝的一部分 种族灭绝里面 包括文化灭绝 你要灭绝一个种族 先灭绝它的文化 所以这个普丁危机感很重 当然我觉得他讲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 他这次出兵的理由之一 就是来反制乌克兰的种族灭绝 对乌克兰境内的 俄罗斯仪的种族灭绝 他是有这个 你又说你今天出兵 你这个讨伐什么什么 他的中间里有一个 就是停止乌克兰政府 对俄罗斯仪的乌克兰人的 种族灭绝 但介老师这场大战刚刚开始 之前大家都觉得评估 应该是不会打通用外交手段 等等 应该可以让普丁回心一转 但是没有 所以联合国安理会 在纽约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 那么要求俄罗斯 他真的停止这个行动立刻撤军 然后联合国秘书长 罕见的直接表态 他对普丁喊话 他说普丁先生 在不可收拾前 请你回头试案 请他回头试案 那我要问一下 结果你看他讲完不到15分钟 克里姆林宫就直接开战了 就直接直播开战宣言 我要问介老师的是 这个大战会真的像之前预言的 会变成一场欧陆大战吗 打不起来 打不起来 这个都会都只是旁观了 就跟当时打这个乔治亚 别人不敢插手 是能插手会插手 如果今天是两个中等国家 或者是小国 那大国就插手了 可是今天是俄罗斯 是核子大国 核子第一大国 比美国还大 如果对上乌克兰 感觉上还可以收拾 但是如果美国进来 拜登就讲嘛 如果美俄互相设计的话 那就是世界大战了 世界大战 不过我对联合国秘书长 我倒有一点点看法 那古特雷斯事实上有越权 因为联合国秘书长 不是对国际纷争 采取立场的 他在联合国组织里 他不是联合国的老板 他是联合国会员国 聘雇的秘书长 那所以联合国的真正主人 是联合国的成员国 那安全问题上应该求安理会 来做出一个决定 那秘书长是没有办法发言的 秘书长对于重大的国际问题 他没有受这个权限 可是他今天做 他昨天他就讲了 他说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他反而这个讲话 把这件事情搞更复杂 因为我对国际组织还算有一些了解 秘书长是雇员 真正国际组织的主人是会员国 那在联合国这个体制里面 真正能对国际安全事务 有发言权的 是联合国安理会 那安理会要透过集体决议的方式 表达出他的意见 那安理会到目前没有 所以等于是雇员 对老板喊话 而且他这个讲话 是明显在国际冲突里面 他选边站 而且在没有经过 联合国会员国的授权之下 对重大国际争端 国际的战争 他选边站 我觉得这在联合国 以联合国的精神跟宪章来讲 他做了一件 我觉得 把事情越搞越坏 因为他昨天他就讲了 他说他认定俄罗斯是侵略 可是我们说俄罗斯 是先承认鲁干斯克跟 顿内茨克的独立 以后他派为何就不会进去 所以俄罗斯的角度说 我不是入侵乌克兰 因为这两个领土 我认为他已经不是 乌克兰的领土了 所以这是有争议的 那要透过联合国是主张什么 联合国是主张和平解决争端 这是联合国精神 第二个如果说对于这种争端 联合国做出决议 认为哪方不对的话 联合国可以组成联军 或者安理会做成决议 这一句话在不可说是请你回头次案 它是可以还在边缘 可是昨天我看到的报导 它直接认定俄罗斯是属于入侵 那这个部分真的就变成 我觉得是有一点火上交流 但这也就是在这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拜登的一声令下 因为拜登现在已经正式认定是入侵 所以我们看到他比较大的一个 经济制裁就开始 之前第一波真的不痛不痒 针对乌冬这几个地方 其实彼此之间 根本没有什么贸易额 大家觉得雷声大雨点小 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的最新情势 那俄罗斯目前大军压境 大家估计在边境大概19万大军 那乌克兰目前可以动用 大概是20万的军民 当然如果说把18到60岁 后备预备役全部算进去的话 大概是250万 那当然了 俄罗斯大军绝对不会只有19万 所以如果说要这样子 绝对值来算的话 那当然不可能也就没完没了 那乌克兰还通过一些法案 包括平民带枪草案 乌克兰议会也通过了 也就是说只要平民 在某些特殊状况之下 感受到危险 是可以开枪的 那在此之前有一场网工 昨天就是乌克兰政府 国会外交部全部都挂掉 那银行也已经瘫痪了 那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说 前线的有记者看到 在俄罗斯的军备 坦克 军车上面 都印有一个大大的Z Z字是什么意思啊 就昨天大家全部都在猜 Z是干嘛 这位资深调查记者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觉得感到害怕 觉得大家应该感到害怕 Z 什么意思 我昨天在节目中问网友 网友的回答我快烧翻了 大家都很有梗 介大使你觉得Z 什么意思 我觉得你会想到 他基本上他是 感觉是斩首式的行动 也就是说 因为这个是很新形态的战争 那很多军事专家讲 就是说乌克兰没有胜率 没有胜率 他没有制空权 就现在战争制空权 然后网路战他也不是对手 俄罗斯的这个网工 昨天就已经显示出他的能力了 他很容易瘫痪 很容易把你就瘫痪了 那接下来就是说制空 那乌克兰飞机事实上 别想起飞 如果起飞的话 S-400的话 大概会把他全部给他殲灭掉 那所以在2014的这个三场 那个时候乌克兰的进攻 这个乌东两省的这个是 就是因为制空权没有 制空权没有 然后这个地面火炮 来讲的话也不是 也占不到便宜 所以就是说 其实2014就是说乌克兰 就已经败下阵来三次 那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乌东的所谓的叛军 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 退伍的俄罗斯的军人 打过很正常战役的 所以你不要光看小 那现在如果俄罗斯军队 再进来加上他的整个 制空权跟他的这种 电子作战能力的话 那事实上是很容易 把这个乌克兰军队 陷在那边动都不敢动 那不过乌克兰就是说 散播散动这个民粹主义 就是说74岁老太太也在练枪 然后现在大家都可以带枪 这个时代不是用AK-47 小米加步枪或者来打仗了 现在乌克兰面临的俄罗斯 是最先进的装备的军力 他没有任何胜算 美国之前就预估了 说如果真的全面开打的话 大概光死伤乌克兰五万 那五百万难民流离失所 当然倒霉的不会是美国 而是周边接壤的一些 欧洲国家等等 那我们又回到Z Z什么意思 这个有网友说Z是zero 这是普丁要乌克兰归零 重新归零 还有人说是不是Zelensky 他的Z的这个开头 斩首行动吗 那当然也有军事专家说不用担心 他可能是某种识别系统 担心物极的一个概念 但无论如何 因为这个报道 它有很多很多照片 大家看到确实是很怪 这个Z标得很清楚 Z字特工队 也想到那个一些电影等等 那大军未动粮草先行 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大家也看到了 俄罗斯野战医院也都过来了 沿线是有野战医院 那这就是动真格的 因为军民受伤的话 不可能再送回莫斯科 送到基辅去治疗 不可能 所以一定是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必要的配备 一切一切地告诉大家 俄罗斯是认真的 那美国最近也喊话 说俄国的入侵军力是 到位已经百分百了 百分百 那这个过程呢 有一个搅局的大王叫川普 他说天才啊 普丁天才 他大家赞美普丁 然后他又Q到了我们台湾 乌克兰之后下一个是台湾 来剩下一点时间 接大事谈一谈 很多人都这样想 而且他这个战法 他这个整个的过程 我是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对于整个之前的外交 整个这个布局 然后那个步骤的话 我是觉得可能就是代表 现代化战争的一个方式 而且是面临很多外交的 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怎么先处理 这个是一个很 从乌克兰的 从俄罗斯的做法上 他这个外交宣传 跟他出兵的正当性 跟他的出兵的步骤 怎么做 我觉得可能是未来的军事作战 那一个范本吧 对 我们的网友说 乌克兰最安全的地方 就是中国大使馆 确实如此 当然这个俄乌之间 还有台海之间 一向笼罩在战争的阴霾 但是我们看到 不管台湾不管乌克兰 还是都有一些挑衅的动作 因为认为呢 在现在的这个武器规模之下 真实的战争应该是不会发生 大家都认为说金融战啊 网络战啊 封锁战 外交战 心理战 足足有余了 不需要动到真实的这个刀枪 这个枪炮 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发生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俄罗斯真的开战 飞弹就马上过去了 那这个乌克兰呢 现在也要开始采取宵禁了 戒严了 那真的是有战争 所以这个麻烦 我们就会投射到 台海是不是大家不要太铁齿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这个台海 尤其是台湾的独派 不要把台湾真的带到 那个悬崖边缘去 现在独派的做法就是 独派也不是在台湾 是大家都支持的 他们就是铁杆毒 就是那一部分人 那一小部分人 不要做出让所有台湾人 最后到一起要面临 被他们绑架以后 还要去为他们的这种 非常偏激的政治意识形态 一起为他们付出代价 因为乌克兰来讲 乌克兰来讲 俄罗斯还不是面临 所谓的领土主权的问题 那可是呢 台湾如果走独立的话 对大陆来讲 是领土主权的问题 这个从国际关系上 我们各国要说核心利益 领土主权完全是核心之核心 你是给你的对手 是没有任何选择机会的 只能用武力来解决 也就是当时 顿内斯克鲁杆斯克 他们宣布独立后 你看乌克兰就是出兵 连打三次败仗 只是乌克兰就是 那你今天 这些独派的人 台湾独派 美国会出兵支持 那我就说了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阿富汗的例子 你们看看现在乌克兰的例子 美国为什么要出兵 美国的子弟兵 他如果是捍卫美国自己 本土的这个主权的话 他当然会出兵 对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看太远了 连阿富汗都不用看 我们就现在看着 乌克兰怎么演下去吧 对不对 是真的打了 所以美国说会 采取果断的行动 什么样的果断的行动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么目前呢 根据这个网友大家告诉我 现在又在空袭 炮火响起 然后黑烟漫天 为乌克兰祈祷 为乌克兰祈祷 好 紧接着我们要进入 今天的第二题 今天第二题呢 我们同样的还是一样 谈乌克兰 但是我们把有一个题目 独立拉出来讲 这个题目呢 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泽伦斯基 那他是协星当上了总统 娱乐圈的传奇人物 但是这个维基就考验着他 除了会表演之外 他会治国吗 之前很多他的对手抨击他 说一个协星当总统是灾难 说他把国政当成表演 那现在看起来是不是 一语沉沉 到现在为止 他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除了在这个脸书上喊话 除了招开记者会 诉诸一些温情 除了自己的喃喃自语 加入北约梦艺场之外 没有看到他拿出什么 很多具体的一些作为 那所以我们就来谈谈 泽伦斯基到底这个人怎么回事 对他来讲可能在想说 在演艺圈里 他真的是蛮红的 而且红了好多年 然后也顺利当上总统 人生应该没有什么太困难的 但没有想到这个 乌克兰总统真难当啊 所以最近你看到他出现的时候 他总是愁眉申索 没怎么看过他笑过 当然他也笑不出来了 在2019年上任的时候 他是拿下了73%的选票 七成三非常非常高 什么概念呢 其实主要是因为上一任 市政不利嘛 贪腐 贫穷等等 人民非常不满 那么他写心出身 当时他的对手 就拿这点抨击他是灾难 结果也很特别 你就看到他的一些 证件发表会等等 他其实讲证件 讲的蛮少的 大家都在搞笑 就找他的团队 其实上台之后 大家笑一段 讽刺一下时事 讽刺一下上任总统 大家就很嗨 你好像不太需要讲什么证件 然后他很会利用社群媒体 他的竞选方式 就是利用社群媒体 但是传什么呢 也不是传什么严肃证件 就传他健身房练身体 然后就怎么传一段 他搞笑的一些影片等等 这样就当选七成三的选票 所以我觉得怎么讲 我觉得当然没有办法 怪乌克兰人民 乌克兰人民的心理 我们台湾民众太清楚了 对上一任的不满投射 我刚才就换一个素人 也许都好 是不是 那你怎么看待今天的结果 是不是蛮讽刺的 非常讽刺 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 过去三百年只独立过两年 那个是正好是俄罗斯 发生共产革命 其他时间他就是被两边控制 东乌克兰属于俄罗斯 西乌克兰属于波兰 所以他就没有 那他事实上他1991年 那么独立以后是他有史以来 三四百年第一次成为一个国家出现 那这个国家就突然 突然天上掉下来 变成一个国家 那 哲伦斯基是第六任总统 前五任总统 让乌克兰老百姓觉得被耍弄 而且这五个任总统 都非常的贪腐 非常的贪腐 而且后来搞到跟俄罗斯打仗 那个就是 主要就是这个东部省份 他这两个省独立 搞成这个结局啊 那也是当初乌克兰老百姓 也不愿意见到的 也没想象会见到 所以杰兰斯基他就在这个 背景之下 他的选举口号很简单 他的选举口号是反建制 反所有的这个现有的一切 在台上的人跟这个制度 反建制 第二个反什么 反贪腐 他就靠这两个口号当选 对 就这样 那他为什么人家会选他呢 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说 这个不是对演戏的不尽 就是说演戏的是疯子 看戏的是傻子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 傻子选出一个疯子 那就乌克兰就从2019年 就有一个疯子总统 然后有一群傻子 他请他弄上去了 所以你看对选民来讲 这入戏太深 因为他的那出这个喜剧 叫做人民公仆 人民公仆里面就是讽刺时事 记不记得他有一幕 就是他开枪冲到国会里面 把所有的国会议员给干掉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子 一个政治氛围 大家不满之下 看了就觉得有投射心里 太解气了 所以最后我觉得民众入戏太深了 我与其选一个 我知道就不好的一个政治人物 我干脆就给一个谐心 让我开心 每天开心 他每天逗我笑 连他的证件发表会都很好笑 连他传给我的讯息都很好笑 像另外一个 你一直给我洗脑 你又做不到 所以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看了还真的蛮感慨 但是泽勒斯基也很有趣 他上任之后 他在戏里面 干掉了所有的国会议员 拿着枪 他上任之后 马上就解散国会 对 他蛮厉害的 就他也是在投射他 然后运用一些戏里面 就是民众还没有从戏出来 我就在真实成功 就给你落实 猝不及防 对 他事实上 他这个叫人民公仆这部戏 演了四年 2015到2019 而且不但他当选 他里面演总统 演了四年 乌克兰老百姓每年看他 所以知名度极高 然后真的把他想象成 现实社会的 现实世界中是总统 所以可以讲 而且他这个好 他后来还成了一个党 就叫人民共同党 而且还大选赢 对 还大选赢 他两次选赢 那时候声望好高 对 可是问题他当选以后 他问题也出来 第一个 任用私人 他都是什么邻居 住他家从小一起长大的 电视台的同事 对 对 同事 我今天开会的时候 我同事就跟我开玩笑 所以秀芳 你如果当选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入阁 我就去当部长 对 对 对 挑薪水高一点的当 我先打断一下 我要谢谢何秋何秋的斗内 还要谢谢曾善美的斗内 何秋你问了一个问题很好 你说请问秀芳主播 那这个节目是斗内到绿界好 还是这个超级留言好 我跟你讲 在这个节目你就斗内到YT好了 为什么 因为绿界 因为我有个团队 我在晚报的时候 他们会随时帮我把绿界截图 它需要经过一番整理 截图之后 我才能秀在大萤幕 但是在这里呢 因为它没有大萤幕 我也没有小编帮我截图 所以你在这边绿界的话 我可能暂时看不到 或者说你不介意的话 你斗内绿界 今天晚上我把它念出来 这样子也可以 但是YT的话呢 我是可以立刻看得到 但是YT会被抽成 所以我是不是有点纠结 挣扎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的眉笔斗内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何秋何秋 我最近常常看到你 跟你越来越熟 谢谢 谢谢 还有这个就是我再念一遍 就是真善美 谢谢你的斗内 好 这个协星总统 给乌克兰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他上任的时候才41岁 好年轻 但是你看到上任四天 5万人上街头要求他下台 那他真的是浑身是细了 包括他在他这个胜选之夜 他也有别于一般的候选人 他是怎样 他下去跟这个选民啊 这个亲吻啊 碰额头碰夹等等 看起来真的很亲切 但是后来就是丑闻一个一个爆出 包括刚刚介大使讲的 他的电视台同事啊 他的制作人啊 童童竟然 鸡选升天 鸡选升天 那我要把我的NCC主委派给谁呢 你派哪个比较顺眼 平常有帮 你喜欢谁就用谁就可以 他就是这样做的 今天辩子妹跟我说 他要挑副领导人 他说他不要当NCC主委 他当副领导人 因为这个位置比较舒服一点 对 薪水也比较好一点 对 就是没有权 没有权 但也没责啊 对 但至少有薪水嘛 是不是 然后这个泽伦斯基的泰坦呢 后来就被曝出来 他半价去买豪宅 这个半价买豪宅 大家就知道嘛 中间是有一些玄机的 然后呢 乌克兰的一位 这个总编辑 媒体总编辑 就批评泽伦斯基 把国政当成表演 到现在为止呢 真的是好话不常开啊 胜选的时候 囊括73%的选票 是乌克兰有总统 直选以来最高的 但是现在呢 俄罗斯入侵的危机 他的不信任度 一下子飙到了信任的两倍 对 在乌克兰有55% 注意哦 是不是支持他 是认为他努力不足 努力不足哦 那到今天为止 他的得票率从73% 到现在为止 支持度只剩下了23% 同时最重要的支票 就是打击贪腐 民众觉得也跳票了 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 并没有更好 而且你的太太 去半价买豪宅 你有没有贪腐呢 另外一个让乌克兰民众 不满的就是乌克兰的疫情 也守得很差 到现在为止呢 染疫身亡的破了10万 破了10万 那他们的这个二剂接种 完整覆盖率呢 大概只有34% 在欧洲国家来讲呢 算是很低的 那泽伦斯基怎么化解呢 我觉得这个化解的方式 也很明粹哦 他不是赶快就是说 赶快去买疫苗啊 然后这个有序的施打 不是 他是说呢 60岁以上打满两剂的 送一支智慧型手机 不但送这支智慧型手机呢 什么上网还有漫游 还有优惠还有半价 这个也很特别哦 那但是大家现在 非常关注的是 在他的主政之下 这场战争真的发生 别忘了 他在当初胜选的时候 他有特别讲 他说要遏止乌冬的战争 是他的首要之物 首要之物哦 结果现在你就是败在 乌冬的这个战争上嘛 现在战争全面化了 那NBC说 美国NBC说 美国希望泽伦斯基撤离基辅 他能撤吗 我觉得迟早了 因为现在针对他了 其实我觉得 像西方国家领袖 跟他打过交道 也一定觉得这个人 谋事不足 败事有余 我们古话常说老陈谋国 那泽伦斯基不是老陈 那也不是说年龄轻就不行 可是你要很沉着老陈 要有很多经验 他都是土一石之快 他也是让他也看清楚了 老百姓喜欢土一石之快 那他做的都是土一石之快 那然后呢 轻诺寡姓 他做的承诺都非常简单 不加之所就承诺了 承诺一个他没有办法 信守的 那他当然后来就寡姓了 他一上台的时候 然后普丁对他也寄予厚望 因为他是出生地是在 乌克兰的东南 俄语区长大 所以他的母语是俄语 他母语是俄语 他是犹太语 可是他在俄语区长大 那他当然在竞选的时候 讲到这个乌东的问题 他说希望把这个事情 把它和平解决 结果呢他见过普丁 也见过这个Merker 跟这个还有这个法国总统 马克宏四个人开会 在巴黎见面了 要怎么样还要交换战俘 怎么样把这个战争剪下来 回去后他就通过宪法 要加入北约 他把它入线 他不但入线 而且你看他做了很多很多 比方说俄罗 乌克兰他就禁止国家电视台 播俄语的电影跟电视剧 全面禁止 而且乌克兰的所有服务业 只限用乌克兰语 还有罚则 唯一者的话是要罚款 所以就是说他的去俄罗斯话 或者是说他们讲的乌克兰话 这个部分其实采取了 蛮极端的手段 我们看到以前在台湾 威权统治的时候 进台语嘛 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还是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 那现在民进党要推行母语化 本来是这个小学 现在国中高中也要 家长都骂翻了 英文都学不好 中文学不好 你去学这个台语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 让这个乌克兰民众 其实也算是俄语的民众 有强烈的被剥夺感 这个很强烈 所以在这个时刻 传出他可能会撤离首都基辅 这个东西这个讯息呢 不是美国的正式的官员发布 而是透过媒体NBC发布 那发布之后呢 当然很受关注 因为这是在飞弹 还没有来之前就发布 但是能看吗 飞弹还没来 你总统就先跑 他希望他撤到这个乌西 比较安全的地方 那记者去问美国 那美国的国安单位拒绝评论 但就是没有否认嘛 对 就是没有否认 那还有传出另外一个消息说 有一段这个录音档 据说是泽伦斯基 在跟相关的人士讨论 他要把他的父母亲撤出国外 撤到国外去 当然可以理解了 大家担心的都是自己的父母 跟自己的妻儿嘛 那大家就想到 阿富汗总统是不是钱出去 亲人先出去 最后你就落跑 反正你一定是安全的 有美国保护你 切大使评估下 我觉得美国 现在就看美国了 美国有一招可以用 就是把泽伦斯基赶下台 其实你要知道 Mercule那时候 德国首相也被全程 美国CIA监听 那今天泽伦斯基 不被监听才怪 美国CIA大概把所有他的讲话 通通都有记录 那这里面类似说要把父母 他自己讲 把父母亲撤出去这些话 我想还有很多话 还在美国人的情报资料里面 就可能是美国放出来的 美国放出来的话 就可以让他下台 所以现在就是说 但是美国的话讲得这么满 我觉得美国之前的言论 感觉上都是支持他的嘛 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谴责俄罗斯 所以让他下台有正当性吗 从美国的角度出发 这种就是用按的手法 然后下台 就是揭露消息 像当时把阿扁的这个 海角七亿 对啊 海角 在瑞士的账户把它曝光 这个瑞士从来不干这种事 瑞士专门帮人家手密的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要把这个阿扁的 这个都值得去探讨啦 那这种手法很多 要逼他下来 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再演下去的话 那么各国经济上都会受到 很大的这个影响 那这个并不是我想 美国跟尤其欧洲国家的乐见 那就说希望这件事情 到此为止 那很简单嘛 也不能谁能去叫普丁收手呢 现在谁敢去也没有用啊 那当然就找 折仁世纪下台下手啦 那很多方法 因为西方他们叫一个 不管你什么样 你这个国家领诱下台 太多方法了 对不对 如果都不奏效暗杀 也要杀了不少啊 你想想看 阿托大亚多少国家元首 死在这些不明不白的这种暗杀 或者也搞得清楚怎么暗杀的 所以折仁世纪 我觉得他是非常危险 因为他不晓得这个政治水之深 国际政治的残酷 那所以他现在我觉得是 可能会慢慢变成头号战犯 头号战犯的话 那命令就很难掌握 因为如果说处理他一个人 可以遏制这样大战的话 对于美国对欧洲国家来讲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啦 你现在对普丁喊话 你动用经济制裁 这个经济制裁事实上 会有反错到自己的国家 美国去制裁俄罗斯 美国自己也有一些损失等等 所以这个损人不利己 那看起来叫泽伦斯基 下台应该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式 而且说实话 他就再回去演喜剧就好了嘛 是不是 因为他也被查到他洗钱 他在英国有一个账户 他也有很多贪腐的问题 那就叫他去海外当御工 这是对他最好的方式 跟阿富汗总统两个人互相取暖 互相取暖 然后保证他安全 那事实上话 布洛森子他上一次选举的对手 现在已经回乌克兰了 那他是巧克力大王又有钱 他交了三千万美金做保试金 现在在那边怎么讲呢 也是等于在那边就说 他是一个很好的替补的人嘛 那所以我是觉得 这件事情如果说再继续扩大的话 事实上美国还很难说 可是对欧洲来讲的话 那真的是一场灾难的 可能一场对欧洲的一个灾难的开始 所以欧洲人会很小心 CNN现在说 因为这场空袭 乌克兰至少已经有数百人死伤了 最新消息 那我们台北股市也吓坏了 目前暴跌将近有500点 那据说现在首都基辅 现在是烽火连天 然后传出炸弹声响的 不只是基辅 据说连乌克兰的一些 军港等等都已经被拿下了 所以还有机场也遭到了攻击 那乌克兰马上就要实施戒严了 那所以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快 这一切当然我想 这个普丁如果要出兵前 会极度胜命的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 包括所有的心理战 金融的准备等等 应该是全部都是一套的 所以在大家收看的此时候 战争还在开打 我们下一题会继续谈下去 那就谈一谈 在这个开打之后呢 乌克兰的100个富豪逃走96个 现在大概另外四个也逃光了 这样才说另外四个怎么回事 好 我马上进入今天的第四题 也谢谢大家 你们的留言我都看到了 有最新的消息 因为我在直播当中 最新消息可能反而比较看不到 所以大家也跟我讲一下 目前最新消息如何 我觉得网友很厉害 网友非常关注国际新闻 然后各式各样的最新消息 好快 谢谢 好 欢迎大家收看世界越来越卢 今天我们要大谈特谈 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没想到真的开打 到此刻为止呢 我还是觉得意外也不意外 知道很紧张 但总觉得真的要动手至于吗 但就是开打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觉得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世界上还没有什么 不可能的事情 不要太过分 不要太过分 俄罗斯已经大军进逼了 飞弹也已经出动了 那死伤也已经开始累积了 据说之前呢 乌克兰的100个富豪 逃走了96个 这是六年来最多 在机场看到20架包机 几乎是前后时间点起飞 逃离乌克兰 那当然有能力包机的 就是有办法的人嘛 要不然就是大富豪 要不然就是议员 政客等等 那有哪些人呢 包括乌克兰的首富 包括钢铁大王 包括农业大王等等 被点名的几乎是全部都闪了 那剩下四个干嘛不逃呢 我觉得这也挺有趣的 不是不逃啊 没办法逃啊 季大师 因为我想这个 Zelensky 他最近一两年的作为 也是很独裁的 我想他应该再恐惑这些富豪吧 要逃的话 他可能会采取行动 因为乌克兰这种国家 他基本上腐败原因 就是政商勾结 他有很多寡头 就是因为他当时 这些国有化的过程中 是非常快的 所以事实上是被一些人 用非法方式 占有了大批国家资产 掌握石油 掌握天然气 掌握什么矿 都是这些寡头 那这些人拿的 这些都是国家资源 可是呢 他们把钱都往外面送 那所以这是乌克兰 不只是乌克兰 包括当时俄罗斯 还有很多这些共产国家 都面临了一个问题 那我想就是说 这些人当然遇到问题 当然是第一个跑 他钱也已经都 大部分都出去了 所以现在第一个跑 不过我是觉得 接下来的话 很可能就是 乌克兰内部的政情的变化 就说 Zelensky 是不是要为这场战争负责 那这个时候 以为 Zelensky 以为战争一打 大家都怎么同仇敌忾 这个我看他历史没读透 任何战争一打的时候 都是内部先检讨 那内部先检讨 除非 Zelensky 他手段够狠 他现在把不同的声音 用非常严厉的手段 压制下来的话 如果压制不下来 对他的政策 产生质疑的人 有组合派 有组战派 不可能都只能有组战派 组合派的声音 他压不下来的话 组合派就会要他 立刻交出政权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就是乌克兰本身政权的问题 好 谢谢佑佑 佑佑说 秀芳姐姐我在上班 我要回去工作了 谢谢 大家都好亲切 谢谢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 现在有些网上直播 还有人问25个 在乌克兰的台湾 一般人根据了解 大部分都已经撤了 我之前看到了很多讯息 剩下几个到了乌西去 剩下几个到了其他欧洲国家去 还有几个机票 已经订到了要回来 那乌克兰的 才刚刚开战一个多小时吧 乌克兰的海陆 大概已经都要全军覆没了 这点是不让大家意外了 谢谢大家说 哎呀 我们的人数 比武报还要多 谢谢大家 谢谢介大使的魅力 那美国也讲 俄罗斯的侦察机 早就已经入侵了 所以就是说 开战就是一个陆海空的概念 那当然它的影响 首先是在经济面上 我们刚刚讲富豪一定先跑 富豪先跑 事实上不是人先跑 资产早就已经先跑了 之前都做了一些避险动作 所以在国际上也是避险的 像是黄金等等 创下了一年半的新高 那根据了解 当然俄罗斯也有所损失了 俄罗斯的股市 现在也是创下了 08年来的最大跌幅 那么俄罗斯的富豪的资产 据说也损失了 将近9千亿 还有包括原油的期货上涨 所有的避险 当然都是上涨的 所有像是天然气等等 股市这些是比较敏感的 可能是立刻下挫 那当然在这题当中 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就要把焦点拉回台湾 因为从乌克兰为基一开始 大家就讲嘛 就是现在是乌克兰 下一个是台湾 这个东西大家讲了很久很久 那蔡英文在昨天 乌克兰情势 她推出了四大指示 还有三点不同 四大指示是什么指示呢 包括谴责俄罗斯 对于乌克兰主权的侵害 这个大家就觉得 它意在言外是不是 还有要提升台湾 对于认知作战的能力 第一个我们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NCC 前置新闻自由 就是说是真讯息假讯息 到底谁说了算 什么认知作战 这个部分在台湾真的是 受害者不少 中间是其中之一 另外认知作战 我觉得现在民进党拿出来 变成一个工具 另外还有物价等等 那网友也很生气 说物价早涨完了 你不知道吗 那大家希望不要飞弹要鸡蛋 鸡蛋到现在为止都还买不到 你相信吗 还不够还买不到 我同事昨天去还真的没有 我是已经这么久了 还是买不到 据说三月或是暑假才会买得到 这也很惊人 所以昨天我们变怎样的街坊 民众也真的对民生议题 是比较有感 不要飞弹要鸡蛋 那我们就来详细剖析一下 但我先谢谢网友抖内 maybe抖内 我都要立刻念出来 非常非常的感谢 Tony 秀芳姐介大使你们辛苦 小心身体 想请教介大使 好题目 我也要问介大使 好 那我就先把这个题 插到这里 你问了这个题 我也想问 如果你是中国大陆 你现在要怎么做 中国大陆事实上立场很清楚 因为这个 中国大陆是主张按照继承国际法 联合法原则处理国际争端的 所以他当然不会 赞成用武力方式解决问题 那可是他也说 美国的这种西方国家的制裁 事实上是没有效的 反而只会刺激 这件事情更大 那中国大陆是希望透过谈判 然后调解 把这个争端 把这个争端的事情 用调解 用和平外交的手段来解决 那昨天我看大陆的外交部 还是这样发言 然后我想会一直持续这个立场 其实可能这个世界上 同时跟乌克兰跟俄罗斯 都保持良好关系的 少数国家 中国大陆是一个 那大陆基本上 我想对于国际争端 任何发生过的立场 立场统统一致 但倒是大陆国际 对于这个蔡英文的发言 也有讲 因为蔡英文是感同身受 大陆就说你自作多情 所以来谢谢爸爸的斗内 对爸爸 面对有实力的流氓邻居的时候 执政党一定要用智慧 不要把国家 推向战争的深渊 你讲得太好了 那吴钊燮也跟这个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进行了视讯 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台湾不要做冲突挑衅者 这是在讲他自己吗 对 他自己就是挑衅者 他还不是已经到澳洲 去求救兵了嘛 结果澳洲的舆论大 非常紧张 他们以为两岸要开战了 对 那他不是自家制造紧张吗 而且过去他还在推特上 呛国台办事疯子嘛 而且 你身为一个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 说实话用字寝词 要非常谨慎了 对 而且他是一个 不守法的官员 那在外交部 他不准人家同仁讲大陆 大陆 不是讲大陆 他只能称中国 那我们的同仁 我们同仁都是学过法律的 我们的法律规定 照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条件 我们中华民国 台湾地区大陆地区 我们称大陆就是 要遵守法律这样称的 那可是他就是一个 独派的思想 他的意识形态 有个出版社全面改 就很好笑 里面有一段话叫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就改成了哥伦布发现新中国 大陆委员会 要不要改一下名字 我觉得他也不要改别人了 他把吴钊姓 那个吴子改掉算了 他去问一下 看他那个吴子 他为什么要姓吴 他为什么不叫Johnson 为什么不叫Bush 为什么不叫松下 为什么不叫什么小川 他为什么姓吴 他这个都搞不清楚 然后就散播这种 莫名其妙的仇恨 我就不晓得他们这些人 有什么深仇大恨 不要挑衅 我觉得真的是一件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蔡英文来讲 如果你把中国大陆 当成敌人的话 那你要知道 确实是敌大我小 包括乌克兰也是 也是一样是敌大我小的概念 在这种状况之下 说实在的 就是大家维持和平 给人民好日子很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蔡英文的那四大指示 好不好 蔡英文四大指示 当然有个前提 就是说他觉得我们台湾 跟乌克兰有三大不同 对不对 地理上不同 还有供应链不同 另外还有个叫做 地缘上的不同等等 但他的结论就是 我们台湾比乌克兰重要 台湾比乌克兰重要很多 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 有很长的一段接壤 我们台湾毕竟是个海岛 然后我们台湾有台积电 对不对 在第一岛链上 我们的军事位置 也比较重要 所以他用三大不同告诉大家 就是言下之意 言下之意就是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 美国会怎么样保护乌克兰 你出兵啊 对不对 人民的死伤算在你头上 这台湾人民最关心的 我们关心什么 大家真的不太关心 政治人物的好跟不好 我们只关心我们的家人 我们自己 我们的生活 能不能够保持平稳 这个部分显然 美国的保证 没有办法给乌克兰民众幸福 那同样的同理 这个证明下来 台湾未来也是如此 但是蔡英文的这篇 我觉得很重要的告诉大家 你不要从乌克兰的现状 来反推我们台湾 对 而且 而且事实上的话 真的本质是不太一样的 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 从俄罗斯的角度上来看 那今天台海两岸问题 是一个国土 就是说内战的延续而已 到目前为止 那不是这种国际间的冲突 这一点我想民进党 想要把它变成国际间冲突 你越往这条路推的话 只会让台湾变得更危险 对 我们跟乌克兰 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乌克兰好歹 他们还是个独立的国家 对不对 他们跟全世界 很多很多的邦交 我们台湾在法理上 在国际上 并不是一个国家 我们国家是叫中华民国 那就是说你看 你看这个两岸人民关系 这个条例的前提是 两岸未统一之前 对 基本上是 还是追寻一个统一的国家 那你今天不管怎么样 你民进党里面 可是你不要散布两岸 不要去刺激两岸的仇恨 去制造仇恨 去表达仇恨 然后今天美国基本上 在全球来围堵中国大陆 你不要去做 美国人马前逐 你不要跟着美国人 这对你来讲的话 真正如果要冲突 美国不会帮助你的 你做这些 只会让两岸关系更坏 我觉得台湾不论任何 你今天民进党执政国民 你的任务就是 要把两岸关系搞好 对 所以刚刚这个 谢老师讲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 当这个危机起来的时候 可能不像泽伦斯基想的 就是全国团结一致 反而是里面 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声音 可能会把矛头指向他 那请教一下 在我们台湾呢 当然目前蔡英文 她的民调又过半了 又往上冲 又过半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给了她很强的一个 底气跟信心 她可以为所欲为 那年底又有选举 到了选举的时候 台湾的仇恨值 会急速的升高 台湾各式各样 反中的一些言论 也会急速升高 亲美等等 会越来越往极端靠拢 那我就想到 这个中俄联合声明 还有包括 Tony刚刚问的 那个问题非常好 在冬奥期间 签的这个中俄联合声明 大家别忘了 四大部分里面 反而乌克兰没有 反而第三部分 全部都是我们台湾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蔡英文政府 对于这个俄乌冲突 不要跟着美国跑 要考虑一下台湾自己的利益 她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 她是要盘点 我们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 这个产业 其实我看了一下 我们现在去年 从对俄罗斯出口 只有13亿多美金 从俄罗斯进口将近50亿 她根本没有工具 而且俄罗斯 俄罗斯还有一个重要的 这个半导体的原料 制造原料 叫奶器 奶器我们也有从俄罗斯买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 蔡英文政府不要昏了头 还是要考量台湾 这2300万人的安危利益 跟着美国这样子 继续跑下去 真的就是 就是美国人在那边获利 台湾用所有的家当 生命财产做赌注 说实在是 我觉得这些人 非常非常的不明智 而且你说两岸 会有这些仇恨值 那还不就是 因为民进党在散吗 在教育吗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 往这个方面去教育去散呢 所以我认为 在台湾不然认识是这样 它的很重要一个认为 要把两岸关系搞好 而不是搞坏 那两岸关系搞坏 事实上 对谁有利 对民进党有利 对谁不利 对台湾2300万人不利 可是政治人物就跟政治 所以这民主政治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现在回过头来 你看俄罗斯 你看乌克兰 你看乌克兰的民主政治 选出一个喜剧总统 结果带来的是悲剧 这也是几千年前 希腊的哲学家 对民主政治 就是说这是一个庸人的这种政治 缺乏了理性跟智慧 那乌克兰人今天 看戏看到入戏到 居然把一个假的总统 搞成真的总统 那你看他上台不到三年 不到三年 非弹打到他们的首都 对 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 他乌克兰是 1991年后的独立的 也不过这么几年 为什么一个这样子的总统上来 三年飞弹就打过来了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 和平是非常不容易 要破坏和平的话太容易了 那任何在散布 只要是散布仇恨 不管是对人对事 对什么对象仇恨的政治人物 我觉得都应该得到谴责 只要是散布仇恨的 我觉得都应该做成 可是不但散布 还要扩大 还要制造仇恨的人 更可恶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乌克兰的 当然是不能类比 可是任何政治本质 应该是从善的 从和的 那从恶 从斗 这些都是最后伤到自己 所以你看我们的网友 斗内我们就叫做真善美 这三个字很重要 那我要希望给大家 打一个免疫针 我们都打疫苗 我觉得台湾人民 也应该打一个 政治仇恨的一个疫苗 也就是说当民进党 不断在散布仇恨值 在台湾的仇恨值 逐渐升高的此刻 大家应该要有仇恨的免疫力 仇恨免疫力 这点很重要 因为包括连 我们台湾的选手 黄玉婷都会被打成 中共同路人 这真的是件很可笑的事情 我刚刚看网友 网友也在嗨 说大陆都要改名为中国的话 那两位演员 萧大陆 王大陆都要改名 那陈时中是不是也改一下名字 把这个中改掉 叫陈时台 所以借大使讲得很好 结论就是和平是需要努力的 和平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美国也靠不靠得住呢 大家看得到 我们台湾凭我们自己的力量 怎么样hold住和平 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不挑衅 就是递出橄榄枝 就是释出善意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想一点点争取一点点时间 我问一下介老师 也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这个年底选举 还是一个变数 在乌克兰这个情势 当然战争恐怕很快就可以结束了 因为乌克兰毕竟是没有办法 很快可以结束 当然结束之后 我们看到事后的善后等等 可能时间还会拉得很长 你觉得这对于年底选举来讲 对于蔡英文 对于所有的绿媒塔绿班 操作内宣来讲 是不是一个大力多 未必 未必 我觉得就是说 他已经超越到 他已经到了那个顶值以后 他越操作两岸的战争 或者说这种亡国感的话 他的边际效益会递减 因为老百姓就是说 过去很多台湾老百姓认为 是两岸不可能发生战争 只是说希望他扮演一个怎么样 一个很凶恶的角色 好像能够恶阻对方 可是他已经过头了 他现在不是在恶阻 他是在制造问题 他在散播仇恨 在那边广泛的 而且他在外交上的定位 非常非常的危险 跟着美国现在 美国现在是一个下降的力量 包括一连串的改名字 而且处处配合 那完全没有考虑到 台湾这2300万人的 生命财产和安危 那我想他继续操作 亡国感这个的边际效益 我想就会越来越下降 越来越下降 所以我倒不认 我倒是觉得 现在的反对党 倒应该要有一些 比较清醒的主张 那么跟着民进党的相去拜 最后呢 拿民进党相拜的话 任何反对党 我觉得 而不能有一个自己很明确的一个政治主张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没有办法从民进党这种败落 让人民失望的这种内外政策下面 获得好处 所以目前我是认为民进党的这种仇恨 仇中恨中反中的这个政策 我已经到屋顶 后面就是编辑效益的利点 所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此时 现在有一些媒体在进行 乌克兰前线的一个直播 可以看得到黑烟 可以看得到整个乌克兰的一个现场 乌克兰当然现在还是冰天雪地 但是风火漫天 看了其实心里是蛮难过的 我们祈祷乌克兰平安 但是我也很好奇 拜登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领袖 是不是也在看这场直播呢 不知道他们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 他们的一些承诺 他们的一些果断的决定 现在看起来似乎是完全起不了作用 乌克兰包括军港也好 机场也好等等很快被拿下 这个基辅大概什么时候会失手 所以现在大家看了这场直播 我想心里面为乌克兰祈祷 也为我们台湾祈祷 希望我们的领导人有智慧 和平我想是世界上 大家最大的一个期待 我们要为和平祈祷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要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流量很好 但是很多朋友告诉我说 按赞的好像差很多 所以十秒钟时间好不好 如果忘了按赞的话跟我一样 打个叉叉出去吧 再按了一下再进来 这是帮我们很好的一个方式 另外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 告一个段落 中天监督的力量真的很重要 拜托大家 接下来有一些工商服务 只有两分钟的影片 帮我看完 回来我再跟你说 要把自己保护好 出门的时候有没有 像我们的水神真的很好用 我喜欢用它是因为 它不像酒精有个刺激的味道 酒精你一喷 有时候喷久了手会干 水神的话 因为它无色无味 所以像这样有没有 全身从头喷到脚 其实都很好用 但问题是 因为现在有的时候 疫情真的是需要量蛮大的 你每次去买 第一个也不划算 第二个常常买也很麻烦 所以现在我们推出了这个 它是水神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有没有整个机器 其实我觉得买机器是一劳永逸 因为看起来 这个疫情又不止COVID-19 还有感冒流感等等 这一组大家扫QR Code 进去就可以看得到 已经开始上架了 其实操作方式非常简单 你买了之后 它里面都会有这个简单的说明书 对照图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容易 尤其是我们看到很简单 它只要把这个倒进去三分钟 三分钟 就会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四公升很够用了 真的 其实这个家庭人多 小家庭我觉得都很好用 另外也就是说 比方说 有些需求量比较大的 宗教场所 幼儿园 补习班 等等 很好用 那你买这个机器之外 我们送很多东西给你 像这个雾化器 免费的送给大家 还有像这个 这个要干嘛呢 就是你生成之后装在哪里 桶子都帮你想好了 有没有 就直接放在这边 桶子接很方便 然后还有这个 在家里面随手喷 沙发窗帘 尤其是这个布的窗帘 非常容易沾染病毒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它也免费送给你 这个是我们的电解液 总共送四瓶 全部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组合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 今天是没有时间了 我们的导播说 这个做起来很容易 而且非常非常的快速 那因为大家会在想嘛 水神有的时候放久了 好像你就不知道 哎担心它的效果会递减 那有了这台机器之后呢 你就不用担心 因为机器买了之后 你就可以无限制的一直做 而且呢它做的这个容量很大 比方是我们看到 什么理法厅啊 有没有教堂啊 百货商场啊 有这台机器真的安了 就够用了 居家防疫超级好帮手 快上网搜寻快点购 订购旺旺水神生成机 或拨打客服电话 零八零零六六零六零八 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优惠哦 输入卢秀方推荐代码 CTI188 还另外享有折价优惠哦 好 谢谢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上快点购的这个网站选购哦 可以输入我们蜡丸报的这个折扣码 享有折扣 CTI285285 那乌克兰目前被炸出了一朵 迅壮云啊 那俄罗斯的国防部也说 是动用精准武器 目前已经瘫痪了乌克兰的军事设施 这场战争正在进行 正在发生当中 炸弹还在不断的落下 如果大家对于这题有兴趣的话 晚上继续收看 晚间六点到八点的《辣碗报》 那么介大使也会在现场 提供给大家更多精辟的分析 我们晚上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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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